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点回心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应我成功秒的生 这是台湾人民 应我成功秒的生 台湾人民 应我成功秒的生 我们为心圣教 台湾道场祝使 原同法师和原俩讲师 各位为心圣教义经大学 所有为心前世同修 各位来宾 何谓众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每次回来台东道场 我都非常感动 各位的热情 让我感动 台东道场 后面大五三陵天窍穴蓝天门 是我们维心圣教的花祥地 根源在台东 若是没有七十一年 我一场大病 成盟台湾祖师的救度 不可能有今天 台东道场前山前向水流旋 前上高峰出状元 就是台东道场的后山大五三 一个五起星 一个落脉 一直落到这里来 然后到前面的 还有黎仪山 形成了三台落脉 所以台东道场 会出很多的名人 我们这一代的在这里修 下一代的会蒙印 成盟大家的主族流方的蒙印 所以台东道场 是天上天下 早有一个道场 前天 我们到桃园道场 是龙寿街 大地平阳 一切盛千锋 就是桃园道场 那里是落到平阳去了 所以又结了一个穴 台东这个龙穴 是天上天下 所具有的 在台东道场 在台东道场 后山天教学 早上我带着师母 和国际中心主任 严心法师 严心电视行政处 处长 原方 讲师 一路 一大早六点 就从台东 来到这里刚好 10点19分 一路走来 我一直在回顾 民国七十一年的开南天门 的景象 点点滴滴在心头 才有今天的维心圣教 遍布台湾和世界构地 这是老祖的天威 天公的天威 天公宿舍 给我们 所以我们很感恩 尤其台东 这个地区 必须要有一个点 刚好 明定的大和尚 有一天 他带着我来这里看 说这块地好不好 我说好 很好 这个前山前向水流泉 一个宝地在这里 第二天 他就买起来了 买起来了 过了几天 老师啊 休闻证借给我 我做什么 那块地是你的啦 而且这块地 你说那很好的地理 所以我就把它买下来 刚好这个地主 他要卖 所以他就把它买下来 这是布施给老祖 我们感恩 再感恩 所以你们在这里 在明定大和尚 的静明小族 后面这里 若是静明小族 有什么法会活动 我们能够去帮忙的 就要去帮忙 这次饮水师缘 这次饮水师缘 等于下来 高雄到场 有一二十位坐着油栏说 也要一起来跟各位拜年 和去明定大和尚那里 向他祝寿 因为明定大和尚 今天是他的生日 刚跳到八十岁而已 我们就排到台东道场来 然后呢 中午我们在明定大和尚 祝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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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呢 我们就直接上花莲 到花莲也是 袁通法师 袁梁讲师 所主持的 花莲道场 所以这段时间来 我的行程排了满满 排了五十五坛 想到 回想当时 若是我台湾 有好多的道场 我就很满意了 尤其我说若是只有 先活室 我就不要再盖了 没有想到现在一概 盖了五十个道场 六十个教堂 这个都是大家的努力 都是大家的福报 和老祖的天文 提供 的束缚给人 所以今天 提供出寸 老祖 祝佛福萨 祝天圣存活福萨 我代表 提供来 向各位祝货 来祝福给大家 祝福大家平安 恭喜各位 今天呢 我们 苏母 也来了 我们就请孙母来为各位祝货 祝货 安东华斯 安雅华斯 还有 艾芬华斯 早上一大早五点起床就坐车 摇摇摇摇摇摹摹 不过来到这里 因为这里的人的热情 善良 还有谦和 都让我非常的喜欢 所以我跟袁雅说 我每年都会 孙九都会来到这里 耶 孙九 孙九 我爱你 虽然春节已经过去了 可是 现在应该正夜还没 还没过吧 还没 所以我要向各位再拜个晚年 祝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还有一切都顺心 谢谢 谢谢师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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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就 国际总务发展中心 和圆星祖论 来为各位祝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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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无量寿庙至圣 王禅老祖大天尊 我们敬爱的师父 回到这个地方 我是维新圣教 国际中务发展中心的主任 同时也是中主办公室的主任 作为这个国际中务发展呢 我负责这个海外的这个弘扬 维新圣教的三宝 庙法 作为宗主办公室的主任呢 我要跟在师父旁边学习 所以呢 这一次我们春久的巡回 我们来到第三十五个道场教室 第三十五个地方 我到 我跟着师父出来 来跟各位来交流 依法会友 依法会心 来学习 也跟我们 助持圆童法师学习 前天已经跟圆童法师学习 今天还要跟圆鸭 圆鸭讲师来学习 这个是我们很开心的事情 我们师父刚才说春久五十五场 我到了每个道场或者教室呢 就是一个报数的小天使 报数我们今天现在第几场啊 到第三十五个地方 春久吃了第几拐 第二十九拐 快要三十拐了 我们好高兴 以往呢 师父的巡回以道场为主 今年 我们因为去年天公初巡五大周回来 带来很多十方的好朋友 所以天公交代我们师父 也要寻回这个教室 所以各地的教室师父能够到 就会尽量的去 所以一天师父有几个行程呢 各位猜一下 至少三个吧 对 至少三个 四个啦 早上九点一个 早茶 中午午餐 下午午茶 然后晚上再这个晚餐 明年 因为师父有答应很多教室 明年要再去 我想说明年会不会宵夜也加进来 这我们很高兴喔 师父身体这么强壮 而且师母的身体也越来越好 这个是我们维新圣教最大最大的福气 那我们圆通法师呢 刚开始圆通法师 他从讲师生法师的时候 法号圆通 我好羡慕他喔 就跟我们观音菩萨一样啊 圆通大师 而且他满面笑容 满面春风 待人很亲切 很慈悲很慈祥 真的跟观音菩萨一样慈悲慈祥 所以呢 我刚开始我都叫他观音法师好 各位好幸福在这个地方 台东这个地方 我们师父到每一个道场每一个教室都会开示 那个地方的这个天机密 就是那个地方的地理 风水它的天机密 所以呢今天到台中道场呢 师父当然也开示了 但是我很羡慕台东道场就是 各位的天机密有一本经典 专门在讲这个道场的天机密 就是混元修正宝照绝经 厚厚的一本记载了我们师父 开南天的过程 从天人合一之后马上 开始这个开南天的旅程 开南天的行程 那后来呢 师父其实一开始混元修正 宝照绝经是不公开的 因为这个是天机密 然后混元禅师 我们师父也没有讲太多这个内容 那时候我们没有感觉 作为早期的维心弟子没有感觉 那时候我们还是维心中的前期 后来呢才知道说原来维心圣教 有这么大的天命 我们以前不知不觉 但当然天机不是随便泄漏给我们知道的 我们要有修有实作有印证正道 天机才会向我们显现 所以很高兴这个台中台东道场 这个地方呢就是天机的视线 启示我们要一心的这个修行 然后来从南天去南天嘛 以后我们也是要到南天净土 来跟着老祖师尊继续修行 我在此再度恭喜大家 感谢大家 祝大家假成年 新春愉快 年年平安阿弥陀佛 大家都是当代的闲事 所以要让各位都能上空中 那我就请元芳处长 来这里也要来访问 好 元芳处归 祝侯 那么无良寿妙之神 王强老祖师尊 我们最敬爱的师父师母 我们的元宏法师 元鸭讲师 元宏法师跟师娘 还有我们所有的同修阿弥陀佛 我是元芳 那师父刚刚说 要让大家在空中 跟大家相遇 那其实就是希望说 大家每一个人的故事 每一位跟老祖师尊 跟师父跟法师的故事 都可以留存在我们 维新圣教的历史里面 我们是一起创造历史的一员 那对于台东道场 我有深深的感情 因为女儿的年纪 跟我们台东道场的年纪 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当年我大女儿 那时候我一个人在台中生产 赶快打电话给师父说 宝贝要出来了 师父你们在哪里 原来都在台东道场 在周年 在老祖安座对不对 所以对于台东道场 我非常有深厚的感觉 每次来到这边就想到 那时候我在生产 以及孩子跟这边的缘分 那在之前也跟原亚讲师 原同法师在花莲也有很深的缘分 对我来讲一直是很亲切的 那今天也算是回到这里的意思 那我们在这边祝福大家 新春吉祥 龙年行大运 阿弥陀佛 我这个孙子和台东道场成立的 同年同月同日生 大悟山特别都高 所以这位孙子 他就长得特别高 十二岁 十三岁 十二岁 十二岁已经17171了吧 所以这个 都是老祖的束缚 提供的束缚 我会祈愿提供 束缚各位同修 那不生快的生 那有生快的大返 健康平安 那不假的快的假 你知道哪个人在找母母吗 像前 上次到中山道场 来供养红包 一家牌五国 都没错 我问你们希望什么呢 你们心想 他说我说出来好了 我们都还没这样 所以就像海美家里有很多 海美娶的也有很多 大家都挑灯再找 那我们祝愿 今年是农年 双农拱珠 能够满过一朵愿 现在我们就请圆冬法师 来为各位 来祝福 谢谢师父师母 我们很感恩师父师母 丽琳 那我们的这个台东道场 那师父刚刚教我们要感恩 感恩明定大和尚 他慈悲买了这块土地 这个风水宝地供养出来 让我们做道场 那我们也感恩师父规划 这么棒的风水 那又让我们把这么棒的风水 建设起来了 那更重要的 有了硬体还有什么 软体 他把这个中华文化 易经 风水 宗教 这三个妙法 让我们在这个无常人世间 知道该怎么进退 路 光明的路该怎么走 该怎么用风水去融入 这个大自然 顺天者仓 让大家平安 风调一顺 国泰平安 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 还是师母讲的 讲完离后 要跪你 我们要每一个一点感恩的心 供养红包 谢谢师父 师母 这样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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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敬爱的师父 还有我们最美丽的师母 还有我们的袁欣主任 还有袁芳处长 还有我们的桃园道场原本法师 各位贤士同修 台湾的 桃园的 高兴的 大家好 我爱你们 我们更爱我们的师父 还有师母 前几天我就特别打电话给师母说 师母 你一定要来喔 师母第一句话跟我说 你那会冷吗 我说 没冷 我们这里很热情 所以大家今天真的很高兴 大家很高兴师父跟师母 你看我们昨天还很冷喔 今天就已经出大太阳了 是不是 很热情对不对 我们天公 我们祝福菩萨 大家都很热情 所以大家都降在这边了 所以我在这里 刚刚袁通法师也讲了很多了 所以我就在这边祝福大家 新年 新春愉快 然后农年行大运 每天都快快乐乐的 我们的硬体 我们的软体都有了 所以就让大家好好的修行 好好的把这个法传下去 然后利益更多的人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我们维京圣教 花莲道场住持人通法师 继台东道场住持人通法师 各位维京圣教 花莲道场 及台东道场的 秦氏同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位位昆仑山 花麦四个年 在昆仑一脉到偶宜山 偶宜山通过澎湖 然后到嘉义 到台湾中央三面最高顶点 南北中央 南端的仲佐到台东道场大五山顶 相比仲佐摇摇摆摆 来到花莲道场 所以这个天机密 老祖早就安排了 所以台东道场 花莲道场 在这里我们以宗教 以心会天神 会了五百如汉 会万先万佛 来顾中华 所以今年贾成年 天宫出寸 早上六点一大早 到了十点钟 就到台东道场 然后就直接来到花莲道场 一路走来 非常地遥远 腰痠背痛 我从来没有这样的 我一直在用新年来观看 花莲道场 台东道场 是两岸和平的天机 在这两个地方出现 尤其我们在2004年 到今年2024年 我们在宁国和桃园大体馆 举行祭祖大典 追观射言大笑之道 其中呢 我们最高兴的 就等待各位的 这是袁通法师 袁里亚讲师 所安排的 用歌声来化解甘歌习战争 用舞步来替代 肉搏战战争 各种的错落行为 所以花莲和台东的同修 你们祖先老早就来台湾这里居住了 就在一步一步的等待 等待 等待 当下 由王产老族再度倒架出行 来这里跟大家 老家会心会灵 真是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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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唯愿各位同修 继续拿出你们的活力 拿出你们的爱心 因为我们在2025年 还有两场的季度大典 才能圆满 说你们的爱 爱动了 爱到最高年 爱到 今年国外 还有四十几位的 世界构定的人和教授 来到看到我们 桃园大体育馆的场面 他们才悟出说 宗教应该从喜乐开始 喜乐一开始 就没有战争 就没有相互的击灵 所以我也很感恩元通法师 和人俩和各位同修 一起把爱带到最高点 所以我们祝愿 台湾平安 两岸和平 世界和平 祝福各位 贾成年大家平安 大家幸福快乐 祝福各位 阿弥陀佛 今天我带了叔母 来出村 来到花莲道场 叔母很喜欢台东道场和花莲道场 我们请叔母为各位说话 演童法师 还有艾亚讲师 还有各位师兄师姐 各位同修 大家晚安 晚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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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上六点起床 就一坐上车 就一直晃啊晃 晃到 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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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八连来 我 我真的很喜欢这两个地方 因为这里充满的人群味 还有热情 还有成真 还有就是 还有我们的可爱 对 对 可是太遥远了 太遥远了 听到了 要来 底趟要付出一点代价 哈哈哈哈哈哈 爱你 嗯 我已经在台东道场讲了 一些的方法差不多都差不多一样 所以 我只有 只能在这里跟各位 拜个完善 祝各位身体健康 事业发达 一切平安 谢谢 谢谢师傅 我们今天 维京圣教中物发展中心 原星指论 来 向各位祝贺 谢谢 谢谢师傅 谢谢 大家好 那么无量寿 妙之圣王禅 老祖大天尊 我们敬爱的师傅 魂元禅师 还有我们的师母 还有元通法师 元鸭讲师 我们未来的法师 还有各位未来的讲师 闲士同修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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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第二十九场春酒 现在今天晚上即将是第三十场春酒 我跟着师傅这样子到各个道场来交流 应心 会友 来学习 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越来越体会到师傅的不简单 师傅好像是全能一样 一经风水宗教法仪修行都是万能的 企业工厂的经营难不倒塌 现在这个我们看到每年这样子天宫初寻 这样子春酒的巡回 看到师傅日行千里 每个月行万里 这个师傅的坐车呢 都已经换了好几台了 真的是体会到我们师傅的不简单 也体会到一代大师的伟大 然后师傅永远是这样子笑咪咪的 其实这个行程是很不简单的 是需要体力的 是会疲倦的 但是师傅永远是笑咪咪 真的是太棒了 我是国际中物发展中心的主任 主要做的业务呢 是国际的红发 所以对我来讲呢 我坐飞机到美国到欧洲 要13-14个小时 所以花莲台东在隔壁而已 对不对 我们本岛自己人就是隔壁 就是邻居 都是太近的地方了 所以好幸福哦 我们全台湾各个地方 只要我们想念同修 各位同修想念师傅 回来都很快 对不对 我们圆通法师也是这样子 日行千里 常常回到总本山 回到学院八卦圣城 真的很棒 是 在这里还是非常感谢各位 我们在这里这样子相聚 那还有另外我要特别赞叹 圆通法师 圆牙讲师 在每年祭祖大典 带我们的贤士同修 回到我们这个祭祖坛城 一起来共襄盛举 我女儿啊 她学习 开始读书之后啊 她有一点点心得 她对于维新圣教 她也有一点点的感想 我已经跟师傅报告过 我也在跟大家报告 我女儿五岁的时候啊 她叫维珍 她说 妈妈 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应该是阿公喔 我说 为什么 她说 因为阿公的学生最多 是不是 然后最近我在 其实我一直都有教女儿 在背六十四卦 八公八卦 然后最近在教她 是谣应谣 在哪里 教她怎么背啦 没有什么胺 是用背的 比较快 然后我女儿就说 这么复杂的东西 阿公为什么会 我说 因为阿公也学习 学很久了啊 所以阿公会啊 我女儿跟我讲 不是啦 因为这阿公发明的啊 我说 为什么阿公发明 这个文化是 两千年前就有啦 不是阿公发明的 然后我女儿就说 两千年前她就来发明了 这个小朋友的智慧 有时候是出乎我们的意料 小朋友 他不是想象空间 他是一种领悟的空间 我们何其有幸 可以在当下 古致经用 追随师父 还有我们老祖师尊 来弘扬中华文化道统 易经风水宗教 感恩各位 祝各位新春吉祥 愉快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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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很难 那么无量寿庙 至上完成老祖师尊 我们最敬爱的师父 师母 圆童法师 圆鸭讲师 还有我们所有的同修 阿弥陀佛 我回来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二十年前 十多年前 针对我说我回来 这件事师父也感触很深 当年十多年前呢 我为爱走天涯 来到了花莲 那时候师父师母 不知道我要来花莲工作 那时候师父师母在大陆 从大陆回到台湾 打给我说家坊你在哪里 我说我已经在花莲工作 我上工了 师父师母立马傻眼 问说你住哪 谁帮你 我说圆鸭讲师帮我 圆童法师帮我 那也很感谢圆童法师 圆鸭讲师那一年 在花莲的照顾 然后让我感恩到现在 也有很多师姐当年也一起帮我搬家 对不对 那有那一年的经验 然后跟花莲结下很好的缘分 那以及对于花莲台东道场的同修们 有特殊的感情 那今天师父说我要代表微信电视台 来到这边来跟我们每一位同修接受采访 但是不用担心今天摄影机不会追着大家跑 我们今天跟着师父师母来喝春酒 是来喝平安 在今年祝福大家龙年行大运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们讲言当华士 好 师父师母还有主任 厨长 还有各位先生同修 大家好 好 感谢师父师母今天这么远 现在一路千里迢迢的就来这边为我们祀福 其实刚刚师父开示 要世界和平 所有的宗教要以喜乐为前提 那要喜乐呢 在这五场的人生中 真的要学易经才能够平安 生活经济能够幸福安定 才有办法喜乐 所以要感谢师父啦 师父他在21世纪的当下 他就是老祖的化身 他叫我们这个中华文化易经 那我们在这五场的人生中 知道该进该退 那叫我们风水 那我们能够融入山河大地大自然 顺着天理 顺天者仓 那大家平安发财 才能够快乐地跳舞 才能够喜乐 那又叫我们宗教 每一个人包容宽广的心 那叫我们要懂得世界和平 人跟人之间的调和跟对待 所以让我们幸福满满 师母呢 他也无怨无悔 把师父奉献出来 好 所以我们也谢谢师父 也谢谢师母 感恩 感恩 师父 师母 我爱你们 谢谢 好 我们最敬爱的师父 还有美丽的师母 还有我们在座的各位贵宾 还有贤士同修 大家龙年好 新年快乐 快乐 真的很开心 刚刚师父说我们的祭祖大典 大家都表现得很好 所以2025年 期待大家一起来共襄盛居 希望能够多到 爆那害到最高点好不好 喜乐 欢乐 就从这里开始 才能够世界和平 天下也才能够一家亲 所以我们非常感恩师父 还有师母 然后为我们传这个 欲经风水的妙法 还有宗教的妙法 真的 刚刚我们主任的女儿说的 师父已经好几千年前就来过了 真的 真的 所以我们这个妙法 要不要学 要 一定要学 知道吗 不可以退到 大家知道 一定要学 所以 对 一定要学 一定要学 所以大家 真的是 有福气 所以我们来当台湾人 真的很有福气 而且又能学到这些妙法 所以 希望大家能够永远不退到 永远地学下去 好不好 好 那我们今天 还要跟师父 拜年祝寿 然后那个 大家一定要 拿出很热情的心 我们爱不爱师父 爱 大声一点 再大声一点 爱不爱师父 爱 爱不爱师母 爱 对 爱你哦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看 请开刀 请开刀 好 感恩师父 师母 如果没有师父创立了维新圣教 他教我们中皇化一经 那一经在这个无常的世间中 让我们知道如何去去及弟兄 让我们得到平安 让我们的师父 他也教我们风水 风水的法则是天理 他教我们融入整个山河大地 大自然 让我们得到顺天者仓 平安又赚钱又发财 所以师父也教我们宗教 他教我们包容宽广的心 人跟人不是对立 人跟人不是战争 人跟人是互相尊敬 互相调和跟包容 这才是真正宗教的精神 好所以因为师父教我们一经 风水宗教这三个宝 带领我们修行 所以我们的很多的同修 都受到师父的法益 得到平安赚钱 那大家才能在这边快乐的唱歌 跳舞 好 谢谢师父 谢谢 感恩师父 那我们也感恩师母 师母 每一个成功者 后面都有一个伟大的女训 师母把师父整个无怨无悔的奉献出来 好所以谢谢师母 谢谢 谢谢 爱你 爱你 所以 所以 我们也谢谢所有同修 因为今天大家 这么多的同修在这边 取机一场很快乐的欢唱 代表大家都健康都平安 好我们愿意继续跟随师父 所以现在我们是不是 师父要跟大家先讲个话 我们维心圣教 花蓮道场台东道场住室 演童法师 其在座的 这一元先生 他照顾我的女婿 在台东 照顾了那么久 他现在也结婚 生了两个 可爱的女儿 非常谢谢你 我们今天圆埔法师也来了 从高雄 他们带了19位 连他20位 也来台东道场 本来 桃园道场 圆蓬法师 他也要来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先赶回 回去了 在座的各位同修 天下一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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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分你我 不分种族 我是台湾十六族的头头耶 所以天下一家亲 刚才看到你们宰歌宰舞 让我想起五十多年前 在当兵的时候 也是一样和你们一样 宰歌宰舞很高兴 但是高兴之后呢 烦恼也来了 那么烦恼是什么 未来人生茫茫 那时候我也没有 一经风水宗教可以学 人生茫茫 刚才一个小菩萨 他要考地正式 他测量被当 当掉1.5分 我说你找对了 今天你来找我 好 我祝福你 因为中兴测量工资是我开的 全国的地震法规 是我你的 在四十一年前 一场大病 才有今天 在我们圆 永远是天下一家亲 不分你我 大家都是好兄弟 好姐妹 相互包容 相互成就 我在这里 勉力未来的县长 不分党派 不分你我 曾经有一位女士 大企业家 在越南盖了好家 好多家工厂 但是他的风水不对了 他要找我 他呢 又不敢找 所以找原生法师 他带他来 刚好在 五年前 六年前的今天 在越南一百多桌的聚会聚餐 他来问我说 朱虎你是哪一党的 他都认了我是民进党的 我说民进党从来不拿红包给我 国民党更不要谈 也不拿红包给我 清民党也不拿红包给我 都没有供养 那你看我是哪一党的 他那你这不做的啦 老主党的 神的天威 这保护众生 保护大家 平安 好难得来世间走一趟 来世间是来修行 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一生 像刚才我们同修 宰歌宰舞 那我很羡慕 难怪老主刚才还跟我说 我很羡慕你们 我呢 原来是这样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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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